這個說法 全部都沒有解決 過往這麼多年 林秀說 香港現在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 都已經在資助房屋 公屋或居屋 問題是有些暫時都沒有資格上樓 但問題是入息或家庭 經濟環境比較基層 他們也要找到一些租金比較便宜的地方 為甚麼 其實在政府提供資助房屋 實際上是停不住的 而今時今日的問題 看回過往十年建屋樓 無論是供應或私營都追不到需求 換句話說 供求失衡引到這個問題 1949年之後 唯一一次沒有房屋減供應 其實那時是否一個好事 在那個年代 大家知道97回歸之後 接著已經是亞洲金融 那個風暴 接著還有一連串的 即是科網股爆破 由911 最後最後 在那段時間 其實樓價跌了六成 六成有多 負資產的數目亦多 所以要看看政府要扮演的角色是怎樣 即是說在需要的時候 就要提供資助房屋 這個是對的 但如果去到一個地步 在那時來說 即是說去自治物業也好 買樓 根本就不是負擔能力的問題 而是說你對那個信心 會不會買呢 捐地怎麼看呢 四叔不是經常都是生氣的 我想跟你合作經常生氣的 那個就是說數目的面積 比起來是很少的 現在我們說面對47萬 即是房協 如果說有機會 是能夠透過這些捐地 能夠提供一些考慮和商討 其實你們跟這個房委會 又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要說回歷史 房屋協會 根本我們就已經在1948年 已經成立了 剛好今年就是我們的65週年 即是我想在65、60年的時候 都有幾個不同的 這些所謂非牟利的 是負責或者提供這些資助房屋的機構 即是幫到那些市民 能夠解決他的房屋問題 那麼陸陸續續 現在來說 當然一方面有房屋委員會 這個是大阿哥 他主要來說 也是政府的一個機構 是提供這個資助房屋 但是這個房屋協自己也都有我們的功能 尤其主要來說 在過去這麼多年 看得到就是說我們有些計劃 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房屋實驗室 有些這樣的計劃 或者是在香港沒試過的 也都想透過房屋協會來推行 我們最初在這個可以說的市建局 還沒成立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推行過一個叫市區改善計劃 這個可以說就是透過那裡來去重建 或者重建一塊房屋 或者一塊區 發覺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可行的方法 拉美就有這個所謂土地發展公司 拉美就是這個市建局 於是 我們大便 公典 成用 拜託 п